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讲《普贤新愿品》 《普贤新愿品》当中现在正在讲 真心广大发愿了 前面讲了有一部分 有一个事情好像《藏仪节课》我们没有说 前面有一个偈颂叫 《游如莲花不诸日》 《夜如热月不诸空》 这个偈颂法王如意宝当时有一种特殊的因缘 在这里也说一下 也就是说1987年的时候 法王如意宝带着大概一万多个在家人和出家人 大多数都是藏族人去前往五台山在五台山的舍利塔 有个阿与王所造的白塔 在这个面前发愿 然后发愿的时候 因为早上第一天发愿的时候 就是法王如意宝要求让僧众先念诵《普贤新愿品》 然后法王后面进来 法王刚刚坐上法座 当时我们摆他在前面 然后在上面 他愿市的注释殿旁边给法王做了一个特别高的法座 当时法王第一个坐在法座上的时候 老人家说他观察一个缘起 然后僧众们正在念 犹如棉花不出水 犹如热月不出空 以这个缘起 法王说我现在做普贤新愿的行为 从现在开始 任何阻碍 弘化力生过程当中任何障碍都无法阻挡我 缘起非常好 上师后来经常也讲着这个事情 我就在这里稍微提醒一下 作为大成就者 有些修行人的确也有这样的缘起 我们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也好 或者说闻思过程当中经常也有一些缘起 观察缘起的话 虽然可能像上师如意宝那样的缘起不一定有 但是每个人也可以通过观察缘起 也了知自己弘化力生和闻思修行的行为